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怪谈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费码的最后定理与边缘涂鸦 二 薛定恶的量子波猫的复活术 三 科普勒的雪花日记冬日星辰之谜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费码的最后定理与边缘涂鸦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数学界的一段佳话 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定理 而是关于一个谜团 一个挑战 以及一个边缘涂鸦的故事 费码的最后定理 这个定理的历史比一些国家的历史还要悠久 它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皮尔德费码 他在阅读古希腊数学家丢翻图的算术时 在书的边缘写下了一句话 大意是 我发现了一个真正美妙的证明 但这里的边缘太小 写不下 这句话后来被称为费码的最后定理 或者说是费码的大定理 定理的内容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命题 不存在任何三个正整数 A B C能够满足方程 AN加BN等于CN的条件 当中N是大于2的整数 对于N等于2 我们有无数的解 这就是著名的勾股定理 但费码说 一旦N超过2 这个方程就变得不可能了 这个定理之所以有趣 部分原因是因为费码没有留下证明 这就像是它在数学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数学家们就像是被诅咒了一样 几乎每个人都试图解开这个谜团 但是几个世纪过去了 这个定理依然是一个谜 直到20世纪末 一个英国数学家安德鲁 华尔斯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花费了7年的时间 在1994年宣布了他的证明 这个证明是如此复杂 以至于只有少数的数学家能够完全理解 华尔斯的证明利用了现代数学的许多复杂工具 包括椭圆曲线和模型式 这些都是费码时代所没有的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费码真的在书的边缘写下了他的证明 那么这个证明可能是什么样的 也许他发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数学方法 或者他只是在开一个天大的玩笑 有人甚至开玩笑说 费码的边缘涂鸦可能是数学界的第一个炫技 他可能只是在炫耀他的数学才华 而实际上并没有证明 不管怎样 费码的最后定理已经成为数学史上的一个传奇 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数字的问题 更是关于人类智慧和毅力的象征 而那个神秘的边缘涂鸦 无疑是数学界最引人入胜的悬疑之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薛定乐的量子波 猫的复活术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物理史上最著名的宠物之一 薛定乐的猫 这只猫 它即使死的 又是活的 而且它在量子物理的世界里 比人何久命猫都要传奇 首先 让我们回到1935年 当时的物理学界 正忙着探索量子力学的奇妙世界 薛定乐 这位奥地利物理学家 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 来说明量子力学的一些非直观特性 他想象了一个封闭的盒子 里面有一只猫 一个装有毒气的小瓶 一个放射性物质 和一个钙格技术器 如果放射性物质衰变 钙格技术器就会出发 打碎毒气瓶 猫就会死掉 但如果放射性物质没有衰变 猫就安然无恙 按照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 放射性物质的衰变是一个量子事件 它同时存在于衰变和未衰变的叠加状态 这意味着 直到有人打开盒子观察 猫的命运也处于活与死的叠加状态 这就是著名的薛定乐的猫悖论 现在 让我们加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这只猫真的有意识 它可能会想 这些物理学家真是太无聊了 整天把我关在盒子里做实验 我这是第几次死而复生了 我应该开始收集我的九条命了 但别忘了 薛定乐的猫 不仅仅是关于一只猫的命运 它实际上揭示了量子力学 与我们宏观世界直觉之间的张力 在量子世界里 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 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却从未见过一只既死又活的猫 所以 薛定乐的猫 不仅是物理学的一个难题 它也是哲学的一个难题 它挑战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观察者 在物理现象中的作用 最后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纯粹的理论 那你就错了 量子计算机和量子加密等现代技术 都是建立在量子叠加 和量子纠缠这些看似荒谬的概念之上的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有人提起薛定乐的猫时 不妨想一想 这只猫可能正悄悄地 推动着未来科技的边界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记得 不要在家里尝试这个实验 否则 你可能会得到一只非常不高兴的宠物 还有一大堆解释不清的物理和道德问题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科普勒的雪花日记 冬日星辰之谜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为您讲述关于科普勒和他的雪花日记中的冬日星辰之谜 约翰内斯 科普勒 这位天文学界的摇滚明星 除了在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上留下了不朽的名声 还有一次在寒冷的冬日里对雪花的形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等待公共马车时无聊至极 而是因为他对自然界的万物都充满了无尽的好奇 在1611年 科普勒发表了一篇名为《雪花六角形论》的小册子 这可能是他在等待马车时的最佳消遣 在这篇文章中 他探讨了为什么雪花总是呈现六角形的对称结构 这位可爱的科学家不仅仅满足于描述雪花的美丽 他还试图用几何学原理来解释这一现象 科普勒提出 雪花的形状是由于水分子在结冰时的排列方式 他认为这种排列方式是最节省空间的 就像堆橘子一样 水分子会自然地选择一个能让它们尽可能紧密排列的结构 这种对称的六角形就是大自然的节省空间大法 当然 科普勒的这个解释并不完全准确 但他的直觉是对的 现代科学揭示了雪花形成的更复杂的物理过程 包括水分子在冰晶生长过程中的分子动力学 但科普勒的观察为后来的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起点 想象一下 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 用他那受动的手指捡起一片片雪花 然后在他的笔记本上画下了雪花的形状 同时还可能在心里嘀咕 这些小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它们比我的心心还要让人着迷 科普勒的雪花日记可能不像他的天文学著作那样文明狭儿 但他展示了一个伟大科学家 对自然界的深刻好奇心和对细节的关注 这也提醒我们 即使是在等待公共马车的无聊时刻 也可能隐藏着科学发现的种子 所以下次当你在冬日里等车时 不妨低头看看那些普通的雪花 说不定你也会发现宇宙的某个小秘密呢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聊了三个数学和物理界的故事 费马的最后定理 这个数学界的悬疑 挑战了数学家们几个世纪的智慧和毅力 薛定乐的猫 这个虚构的实验 引发了对量子力学和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深思 科普勒的雪花日记 这个天文学家的闲暇时刻的研究 展示了科学家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观察力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科学和数学的发现 更是关于人类智慧和探索的故事 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以及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渴望 所以 无论你是一个数学迷 物理爱好者还是只是对科学感兴趣的人 这些故事都会给你带来欢乐和启发 它们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的魅力和奇妙之处 同时也让我们对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观察力 提出了一些问题 好了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费马的最后定理 薛定乐的猫或科普勒的雪花日记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科学和数学的发现 有什么样的疑问或想要探索的领域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